进入新时代,苹果发布四种型号5G iPhone 12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进入新时代,苹果发布四种型号5G iPhone 12更新 2020年10月14日凌晨2点16分 人气4275 大纪元2020年10月14日讯 大纪元记者夏宇综合报导 10月13日美东时间下午1点 苹果公司如期召开2020秋季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的焦点毫无疑问在5G iPhone 12智能手机的推出 苹果公司的活动邀请函上只简单地写着 Hi Speed 针对这一全球瞩目的活动 分析师表示 这可能是苹果公司十年一次的重大产品发布 自此将促成果粉的大规模升级行动 在发布会上 苹果首先宣布推出HomePod mini 随后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说 今天是iPhone新时代的开始 苹果公司随后发布iPhone 12 该公司表示 5G是快速先进的技术 即使在人口稠密地区也能提供更快的速度 除了支持5G外 iPhone 12系列手机有四个型号 分别以新的尺寸出现 5.4英寸的iPhone 12 mini 6.1英寸的iPhone 12 6.1英寸的iPhone 12 Pro和6.7英寸的iPhone 12 Pro Max 苹果公司表示 新的iPhone 12机型包装盒中将不包括充电器或耳机 但将包括一条新的更高功率充电电缆 iPhone 12 Pro将于10月16日开始预定 10月23日发售 Pro Max和mini于11月6日预定 11月13日发货 新款5G iPhone 12亮相在公开亮相 新款iPhone之前 库克邀请Verozen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汉斯 魏汉斯Hans Vestford作为合作伙伴 魏汉斯表示 其5G网络提供了两倍的峰值下载速度 在理想情况下可以超过4.0Gbps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更高 在理想条件下 上传速度为200Mbps iPhone 12搭载了6.1英寸屏幕 但边框更窄 相比上代产品保11% 体积小了15% 重量减少16% 且有5款配色 iPhone 12搭载更加坚固屏幕玻璃 拥有4倍的坠落防护能力 iPhone 12拥有优化的iOS框架 可以在使用5G时更加省电 在无需5G的时候使用LTE省电 在理想条件下 iPhone 12可达3.5Gbps的速度 速度会因运营商和地区有所不同 在美国 iPhone 12支持毫米波 5G标准频率之一 iPhone 12搭载双摄像头系统 1200万像素超广角和全新的 1200像素广角 A14搭载6核CPU和4核GPU 神经引擎达到16核 比以前快80% iPhone 12起价799美元 世上最小5G手机 iPhone 12 mini iPhone 12 mini和iPhone 12功能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屏幕大小 拥有5.4英寸屏幕 这是世界上最小最薄最轻的5G手机 苹果表示 它更小 更轻 但功能却与更大的iPhone 12相同 iPhone 12 mini起价699美元 两款高端iPhone 12 Pro亮相 在发布iPhone 12 mini之后 苹果发布器高端手机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有四种颜色 银色 灰色 金色和蓝色 iPhone 12 Pro系列的分辨率为2778x1284 1200nit最高亮度 458p每英寸像素数 iPhone 12 Pro从5.8英寸增大到6.1英寸 iPhone 12 Pro Max的尺寸从6.5英寸增加到6.7英寸 苹果表示iPhone 12 Pro Max是迄今为止发行的最大iPhone屏幕 iPhone 12 Pro搭载新款传感器 尺寸增大47% 1.7微米像素 iPhone Pro机型与主要iPhone 12机型之间 一个显着特征是Pro手机将配备一个额外的相机镜头 Pro机型除了广角和超广角镜头以及更大的相机传感器外 还包括一个远射镜头 iPhone 12 Pro将能够使用新的Apple格式拍照 从而可以进行更详细的后期制作调整 它还可以使用HDR录制视频 该功能可以使捕获的图像更加鲜艳 iPhone 12 Pro起价为999美元 iPhone 12 Pro Max起价为1099美元 苹果MagSafe无线充电技术 苹果宣布推出适用于iPhone的MagSafe 用作连接配件和无线充电器 新配件包括一个钱包和一个保护套 可以简单地卡在手机背面 即使MagSafe无线充电器与手机中央位置不完全对齐 也可以使用 MagSafe无线充电器 可为iPhone和Apple Watch同时充电 新型智能扬声器HomePod Mini 苹果首先宣布的是推出HomePod Mini 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苹果园区史蒂夫乔布斯剧院 Steve Jobs Theater拍摄的视频中说 将发布一款名为HomePod Mini的新型智能扬声器 HomePod Mini搭载苹果S5芯片 以及全屏单元和两个低屏无线单元 360度发声 手机接近时可以智能感应 可以通过iPhone、iPad、Apple Watch和CarPlay播放音频信息 库克说 我们希望将这种体验带给更多的人 这款扬声器可以识别来自家庭不同成员的不同声音 并且与Apple Home智能家庭自动化集成在一起 这款产品有黑白两色可选 售价99美元 5G iPhone发布代表苹果多年来最大升级周期5G支持 新尺寸选项 iPhone 12以及旧型号可能的降价 代表苹果多年来最大升级周期 商业内幕采访时说 从头到尾 它将全部是iPhone 我认为 这是苹果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产品周报道 根据Web Bush Securities分析师丹尼尔艾夫斯·Daniel Ibs的说法 这是因为全球许多正在使用的iPhone已有数年的历史 可以更换了 iPhone 12成为苹果首款5G iPhone 这意味着随着5G网络不断发展 以及客户对支持5G设备需求的不断增长 升级将在明年继续进行 艾夫斯在苹果发布会前 接受商业内幕采访时说 从头到尾 它将全部是iPhone 我认为 这是苹果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产品周期 Web Bush Securities估计 全球使用的9.5亿部iPhone中 有3.5亿部处于升级之际 据彭博社报道 据称苹果在2020年订购了至少7500万部iPhone 12 根据艾夫斯的说法 苹果公司40%用户在三年半内都没有升级过手机 这为升级创造了很大机会 分析师称 不仅仅是极客销售 使iPhone 12成为苹果一个完美的升级周期 而且随着5G网络不断发展 消费者可能会再来年升级iPhone 5G成为标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美国大约只有30个城市的某些地区 存在Verizon的5G网络 AT&T的5G网络也存在类似情况 但是一些分析师认为 随着运营商扩大5G网络 iPhone 12可能是长期升级周期的开始 RBC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师罗伯特·穆勒 Robert Mueller和高级合伙人迈克尔莫里 Michael Murray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预计 今年的iPhone产品阵容 将启动一个重要的更换周期 随着新应用程序和频谱的逐步出现 这将是一个多年的过程 专家 多年来最重大的iPhone事件 由凯蒂胡博蒂 KT Haberty领导的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分析师小组 在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也表示 预计今年秋天的iPhone发布 将是多年来最重大的iPhone事件 新的尺寸选择以及项目 5G支持并不是苹果推出iPhone 12的唯一因素 预计该公司还将继续针对Android产品 更积极地为iPhone定价制定策略 这一策略在700美元的iPhone 11和600美元的iPhone XR上被证明是成功的 艾夫斯在发布会前表示 尽管有5G之类的新功能 入门及iPhone 12的价格仍与其前代产品一样 预计将定价为700美元 考虑到COVID-19中共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后果 这可能尤为重要 另外 如果苹果在宣布iPhone 12之后对iPhone 11之类旧型号进行打折 那么可能会有更多机会说服精打细算的iPhone用户使用老旧手机型号进行升级 艾夫斯说 这不是一家通常会降价的公司 但是我认为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不同的价格点 因为他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责任编辑